是的直升机的旋翼在转起来之后 并不是规规矩矩的稳在一个平面上 而是群魔乱无私的摆来摆去的 不仅上下摆甚至还要前后摆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 足蜻蜓我想大部分人都玩过 当我们把这种左右跃片角度相反的 讲页旋转起来之后 它就能够垂直飞起来了 是不是像极了直升飞机的原理 但问题是 你看足蜻蜓讲页跟旋转轴之间 结构如此简洁 那直升机的讲页跟它的旋转轴之间 怎么就长得那么复杂呢 甚至连个玩具遥控飞机也是这样的 我是百科全树火箭树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可能你会说 因为足蜻蜓只会上下 而直升机除了上下 我们还要让它前进后退 左右移动 不得想点控制它的办法吗 所以这就让连接起旋转轴 和讲页之间的结构复杂了起来 对吗 肯定是对的 但我们假设有这样一种新型的直升机 讲页跟旋转轴就是像竹蜻蜓那样 简单的直接硬连接在一起的 只不过旋转轴的方向是可以改变的 想要往前飞就把旋转轴往前请 想要往后往左往右飞 那就把旋转轴往后往左往右请 不就可以了吗 让我们排除这里面在设计上的所有不合理性 请问 真要有这样的直升机 它能飞得起来吗 随着讲页 我们还是专一点称它为旋翼 加速旋转了起来 这家另类的直升机也开始慢慢的向上升起 简直跟竹蜻蜓一模一样 好 在获得了一定的高度后 我们要让它往前飞了 跟之前说好的一样 我们开始往前倾斜旋转轴 于是直升机也的确开始向前移动了起来 此时我的内心是激动的 一向伟大的发明即将在我的手里面诞生 但是等等 好像有些不太对劲 它怎么有些不太平衡了呢 哎呀 它怎么就控制不住再往侧翻了呢 哎呀 怎么会这样呢 哎 这就是旋翼跟旋转轴硬连接的后果了 为了说清楚这点呢 我们需要稍微补充一下 直升机是如何获得胜利的基本知识的 直升机的旋翼也是一种机翼 只不过跟固定翼飞机的机翼 运作方式不同罢了 但产生胜利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机翼的胜利主要有两种来源 异形带来的压力差 引脚带来的反作用力 咱们了解到这就可以了 要是再往生理的话 连科学家都还没有真正完全搞懂呢 不相信吗 可以看看我的这一期内容 好了 说回来 第一种 简单来说 可以理解为由于机翼上下表面的形状不同 所以导致了上下表面空气流速的不同 上表面空气流速更快 而下表面空气流速少满 根据博努力原理 这样的流速差就产生了压力差 下表面压力大 而上表面压力小 两者一减下表面还有余力 于是就能把机翼往上抬起来了 速度越快 造成的压力差也就越大 于是胜利自然也就越来越大了 而第二种 引脚带来的反作用力 什么是引脚呢 引脚又叫做公脚 是指机翼的前进方向 同它的弦线之间的夹脚 它和胜利之间的关系是 引脚越大胜利越大 反之亦然 当然引脚过大的话 也可能会带来失速的 这个咱们在这儿就先不讨论了 带着这两点知识回到直升机上面 我们会发现什么问题呢 就是当悬翼在直升机头上旋转起来时 一侧的讲页在往前走 而另一侧的讲页在往后走 它们分别叫做前进叶片和后退叶片 当直升机悬停不动时 这还没什么问题 而当直升机往前移动时 问题就来了 因为此刻在悬翼身上 就要加上一个相对运动了 对前进叶片来说 相对速度相加之后变得更大了 而对后退叶片来说 相对速度相减之后变得更小了 还记得我们刚才说过的 机翼产生生力的第一点吗 对于同样的异形而言 速度越快生力越大 这就意味着前进叶片 比后退叶片产生了更大的生力 从而在这样左右不平衡的生力影响下 直升机开始快乐的做起了反滚运动 直到追击或者是停止前进 而这两者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那该怎么办 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 让旋翼能够自由的上下挥舞 是的 直升机的旋翼在转起来之后 并不是规规矩矩的 稳在一个平面上 而是群魔乱无私的 摆来摆去的 不仅上下摆 甚至还要前后摆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 在蒋叶的一根部位 会设置一个水平的轴孔 然后通过插销 来将它与旋转轴连接在一起 这个结构叫做挥舞角 也叫做水平角 它可以允许蒋叶在一定幅度范围内 上下浮动 这样一来 蒋叶在前进时由于身力增加 自然就会向上挥舞 于是其运动的实际方向 不再是水平 而是斜线向上的 蒋叶实际的引脚 也由于这样的运动而减小了 身力降低 蒋叶在后退时 身力不足开始自然的下降 于是实际引脚就增大 身力变增大了 这样一减一增 正好平衡了原先的身力差 使直升机既能平稳的飞行 又能够快速的前进了 不过蒋叶这样上下乱窜 就不会打到机身上吗 不会啊 由于离心力的存在 蒋叶会有自然拉直的趋势 因此不会在身力作用下 无限升高或者降低 也就是说 蒋叶的挥舞幅度不是无限的 再加上工程师在机械构造的设计上 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从而保证了蒋叶的挥舞 不至于和机体发生碰撞 好了 这就完了吗 还没有啊 尽管通过挥舞角 解决了直升机侧翻的问题 但是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本身也带有问题啊 那就是每当讲页上扬或者下压时 其重心的位置 都会往旋转轴的方向移动 引起颗里奥利效应 产生出颗式力矩 这个真的很难解释清楚 但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类似于原地旋转的 花样滑壁运动员 收缩双臂就能够转得更快一样 这里的科式力矩也会拉着 旋翼转的更快 关键是它还是在不断变化的 如果就这么放任着它 不管的话 旋翼转的忽慢忽快的 很容易就造成损伤了 那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 用摆正角 也叫做垂直角 就是在蒋叶的根部 再设置一个垂直的轴孔 通过插销 来与旋转轴的其他结构相连 这种连接方式 允许蒋叶前后小幅度的摆动 从而解决了我们以上说到的 科式力矩的问题 它是这么干的 当蒋叶前行时 收到的阻力较大 由于摆正角允许它在水平方向上 前后摆动 所以它就会沾的向后白 变得稍稍带上一点后掠角 这样就变相增加了蒋叶在 气流方向上的抛面长度 加强了减小引脚的作用 从而对科式力矩进行了补偿 而当蒋叶后退时 阻力减小 蒋叶反而会超前于旋转轴运动 形成一种前掠的样子 这当然增加了蒋叶在气流方向上的 泡面长度 加强了增加引脚的作用 补偿了科式力矩 就这样 有了挥舞脚和摆正脚直升机 才能够在空中淡定的站稳脚了 而它们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 这样连接起蒋叶和旋转轴的结构 怎么看起来就那么复杂呢 我是火箭术 关注我 接下来我还会把一些直升机 相关的有趣知识分享给你的 跟B52一样 单身了半个多世纪的图九五 依然还冲锋在前线 不过它的特征却更加明显 那四对同轴反转的螺旋桨 实在是太抓人眼球了 当然也很抓人的耳朵 所以为什么它要这样装螺旋桨 而除了它 就没有人这么装了呢 故事嘛 咱们还需要回到它的单身之初 二战结束 冷战刚刚开始的上个世纪60年代了 设计图九五的是一位天才工程师 安德烈·图波列夫 苏联第一架具有核打击能力的 轰炸机图四公牛 就是出自于它的手下了 当然那其实是波音B29 超级堡垒的逆向工程版本了 因为在二战接近尾声 美军开始轰炸日本本土时呢 这些先进的轰炸机中 有几架坠毁在了苏联的领土上 自然就被合理的消化利用了 苏联人因此就有了 属于自己的第一代核轰炸机 不过 它的缺点是航程太短 无法威胁到远在地球 另一端的美国嘛 于是到了1952年呢 图波列夫领到了一项新的任务 设计一架能够载着11吨炸弹 连续飞上8000公里 直到美国黄龙的新一代战略轰炸机 同时收到这个任务要求的啊 是图波列夫的竞争对手 同样也是天才工程师的米亚西瑟夫 但是两个人的设计思路呢 却完全不同啊 激进的米亚西瑟夫 选择了当时刚刚诞生不久的 喷气式引擎 设计出了M4野牛 把苏联的技术能力掏到了极致啊 而图波列夫的判断是 喷气式引擎是很长啊 但并不成熟 如果贸然用上后患无穷啊 于是他决定 引擎咱还是得用酒精考验的老技术 螺旋角 不过也并不妨碍我从喷气式飞机那边 借点东西过来嘛 比如那厚略的机翼就非常不错 有效降低阻力达到更高的航速 他们是贡献明显的 但是光这样呢还不够嘛 还能有别的一些改进吗 那就只能从螺旋桨上做文章了 把原本只套一个改成套上两个 并且呢还让他们反着转 诶 这是什么道理啊 传统螺旋桨啊是有一些问题的 首先 它不能转得太快 因为一旦快了 远离轴型的夜间呢 在周向旋转时 速度就会超过音速了 由此产生的激波会带来巨大的阻力 使螺旋桨的效率大减很不划算嘛 但发动机的功率却是越来越大 该拿什么来消耗它爆发的小宇宙呢 只能让它推动更多的空气一起做工呗 要怎么推动更多呢 简单一招就是啊 把叶片树给加上去 可是啊 这恰恰就是咱们要说的第二个问题了 传统螺旋桨的叶片树本来太多 否则效率也一样变低啊 因为在前一片桨液划过空气时呢 已经把这里的空气给搅乱了 形成了所谓的涡流 如果第二片桨液马上就跟过来 没有给涡流的恢复留住时间的话 它面临的就必将是更大的空气阻力了 你说效率能不降低吗 而要是一个平面上的叶片树越多 它们之间的间隔就会越密带来的效率降低 当然也就越加明显了 同时紧跟着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 旋转的螺旋桨搅动着空气 使其旋转的向后吹去 其中向后的部分呢 没什么好说的啊 很优秀 变成反作用力推动飞机前进了 但讨厌的是它还有旋转运动的部分啊 这一部分的运动呢 不仅不会对推力产生任何的贡献 还会在吹到垂直尾翼上时 对飞机造成偏航的作用 既损失了效率又带来了麻烦 等于是赔了夫人又折了兵 所以这些问题该怎么破呢 且看同轴反转的螺旋桨了 从银封面看起来啊 它有了更多的椰片 但是却分布在不同的旋转平面上 所以既能推动更多的空气 也避免了相互之间的打架 而前后反转的好处就是 能够把前一片螺旋桨带来的 朝左或者朝右旋转的空气呢 给重新扭回来 帮助这部分社会边缘分子 回归主流价值观 成为对推力有贡献的 轴向流动的空气了 所以你看啊 作为一架螺旋桨飞机 装着它的图九五呢 却能轻松飞出超过800公里的时速 几乎和现代喷气式科技一样快了 并且由于效率大增 巡航里程呢 也有了充分的爆炸 这些啊都让它游流到了今天 还有立足之地啊 可是为什么别的飞机不这样安排自己的螺旋桨呢 比如洛克希德马丁的C130大雷神和空客的A400M 他们的螺旋桨还是只有一层嘛 好了 刚才那是同轴反转螺旋桨的好处 现在来讲讲它的坏处了 第一个显然就是复杂 复杂意味着不可靠 复杂意味着更大的重量 更高的费用 复杂还意味着更为繁琐的维修和保养等等 第二个是噪音 可怕的噪音啊 据说当图九五飞过头顶时 美国的潜艇即便是在水面以下呢 都能够通过声纳探测到它 据说一些曾经半飞过图九五的战斗机飞行员 可以越过自己飞机上轰鸣的喷气式发动机的声音 清晰地听到来自于它的螺旋桨发出的噪音 所以啊当今最吵战机的头衔非常莫属了 在反观C130或者是A400M 一是身为运输机的他们呢 实在没必要飞那么快嘛 二是你看他们的螺旋桨 叶片又多又弯 明显就是个超音速的业型嘛 其实已经很好的解决了效率的问题 干嘛还吃力不讨好的把自己变那么吵呢 不符合咱绅士的一贯表现嘛 至于战斗民族大上门 那就霸气啊 好了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来吧 谢谢啊